当台春旅一诗乡 跳出歌海变成龙 台文笔会预计在26号前往越南进行学术交流 今天上午特别在成大的休息大楼召开记者会 邀请国内外的文堂贵宾共襄盛举 现场除了说明此次记者会的目的之外 也邀请王一鸣创新布袋戏的团长 现场表演几个段子 让与会的嘉宾各个瞧得目不转睛 台文笔会跟台海这些本土小团 要来外南跟多多这些单位做交流 包含到我们奥爷们保抵戏团 也来这里做表演 做这个保抵戏的文化交流 我们愿望奥爷们保抵戏团 可以让我们台湾在国际上 更少人可以知道 正在我们的领见度 另外我们这次也是台文笔会 二公一青年的这个年龐 上次办也出办 这个年龐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的文章内容 除了台语文 原文的方式来出现之外 我们还有用英文来翻译 蒋维文教授也提到 台文笔会年刊除了将台文作品翻译成英文之外 作者简介也提供日文及越南文的翻译 让更多国家看见台湾 而王一鸣团长针对这次的台越交流 也特别提到越南的水上墨戏 这次台文笔会为了响应 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特地前往越南进行学术交流 希望能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国家认识台湾的文化 记者黄光维台南采访报道